CED定師弟歷經了第一次還評被法院撤銷 然後高雄市政府在還是質疑要開錄 當初就是因為資訊不足很多原因 所以法院撤銷說還評無效 就剛好市政府執意要開路 所以在師弟的地位 還沒有平定之前 還沒有平定之前 他們又通過一次環評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 其實是希望營建署 平定決定師弟應該是國際級的師弟 三年前 我代表中華鳥會 跟我們的公部門 到加拿大 全世界國際鳥盟 所開的連錄大會 接受到大會所搬予給台灣 台灣人為黑面皮露保育三十多年來的 唯一的全世界的黑皮保育的獎項 可是三年後的今天 我卻站在行政院的門口 呼籲我們的政府要重視 決定師弟的一個價值 決定師弟 根據我們所知道 是全台灣目前第三大的 氣力對黑面皮露而言 也是目前全台灣前三大 冬季水鳥過冬的地方 在決定師弟 那今天我們要呼籲 我們的政府 針對決定師弟 每年的冬天 每年的冬天 最高的一個水鳥的一個總數 都可以高達到一百六十六種 所以可以看出 決定師弟的生物多樣性 這個國際的Rainsaw Convention 也就是 拉姆薩公約 師弟公約 所判定的國際中藥師弟原則 也就是符合這些原則 裡面的要件之一 通常在這個拉姆薩公約裡面 都會被指定為國際級的中藥師弟 就是那個 未來的國際中藥師弟 可是呢 因為台灣的這個國際地位的關係 台灣的師弟 雖然都擁有這些要件 就沒有被指定為這個國際中藥師弟 但我們的這個七股 目前已經也是舉世聞名的世界級師弟 因為它是當年保育黑面皮露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卡 就是我們擋掉的這個冰南愛 那這個也是SAFE International 在1997年成立以來 就不斷的呼籲 而且在這個當地進行這個 就是說規劃 就是提醒這個地方 保育跟經濟可以並存並行 共能共存的這個可能 那今天協定師弟 它不但符合這些要項 譬如說百分之一 只要師弟有超出百分之一 其族群個體數百分之一的這個 瀕臨絕種的這個野生動物 其實就可以被評定為這個 世界級的重要師弟 那前進師弟至少支撐了全世界 黑面皮露族群的百分之四 今天我帶著我的小孩來這裡 開語學皇帝組會 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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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要被你等的 做地方幾個實驗 而且要從事政府竟然要 堅持繼續留在市地中 先開立場暴復 迫害你會面臨的社會的情緒 我感到說會 覺得對我的孩子無法交代 我希望我的孩子長大以後 再加強更能夠去共同 可以親身感情感受 去體驗自然刺激 後鳥遷復的過程 學習一大自然共處 明天就是我們內政部要召開 2016年國際師弟大會 那我們明天的師弟大會 我們將與許多國際組織 簽署備忘錄合作錄 那我們覺得這非常諷刺 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為什麼明天就要開師弟大會 但是兩週前 我們還在一個國際師弟上 開場可渡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我手上拿的這一張照片 是茄定師弟的全貌 那高雄市政府提出的這個再評定 他們希望把茄定師弟化為三等份 會更加速造成我們師弟的零碎化 而且他要把這個等級評定為地方級 我們可以看到說原本的範圍是紅色的 他們在這邊開了一支四跟一支一道路之後 我們茄定師弟也就是一個國際級的師弟的潛力場子 即將被破成三等份 可能會對我們這邊的國際交客黑面疲路的生態造成影響 茄定目前是台灣第三個 第三大的黑面疲路的一個基地 所以從這個保育的立場來講 應該把台南加一跟高雄的決定連結在一起 變成一個過境後鳥的一個保育軸線 那這個也是我們高雄市政府長期在提 師弟廊道政策非常好的一個呼應的一個國立點 那剛剛記者朋友提到對高雄的強道前 我們可以從七谷的案例跟市場得到印證 目前七谷是台灣保育KMANPV最次公立的案例 也會地方帶來非常好的生態旅遊觀光的收入 當地的民眾從八歲到八十歲 都可以在生態旅遊在餘溫的養殖在觀光 在民宿方面得到好的發展跟收入 那如果是我們村府的這塊市地把它開入的話 或者是去興建工廠 那真正能夠對地方收益的只有財團 跟少數的一些技術的人員 對於一般的漁村的老人家小朋友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想市地的保育就政府跟國際上是一個 長久而且是被認定的一個價值 那開入的部分呢我們想其實會有替代的方案可以來斟酌 他的委員呢有一半以上都是高雄市政府的委員 那他們自己的開發案由他們自己的委員來審 那很容易可以想見的他就是已經通過嘛 一定就是要開入要開發 這對於我們前進市地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這種這樣的一個票刑投票的結果 這個是很粗暴的 因為第一個他第二次的環境就是說 相關機關的委員一定要迴避 可是他的迴避只是提出案子的那個委員 其他的市政府的委員還是一樣沒有迴避 所以這種票數是很容易可以想見的 是可以懸殊很懸殊的一個通過 這個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 所以我們對前進市地的這種開入的結果 是堅決反對到底 那而且現在我們銀建署呢 也在相對對前進市地呢 做一個國家重要市地的評定 這是一個國際級的市地 他的鳥類很豐富 鳥類豐富度很高 那又是黑麗皮路很重要的一個氣息地 那應該環評呢 應該要等到這個國家重要市地 停地過了之後再來做 高雄市政府不曉得在急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對於 對於這個樣的環評結果呢 我們民情團體的NGO是不接受 我們還會提出相關的情緒規定指導 謝謝大家 剛天我在環評大會都有的確立出現 所以環保所是同意 把我們市政府感生的基礎黨 可以資金指導 是不是 因為這個婚姻記錄還沒有出來 那當天這個會議情況其實我們也不是很了解 那如果說後續有一些明確的證據資訊 我們還就會做一個審慎的演判的註定 那基本上私立呢 我們根據私立保育法會有本餐的等級 那前進私立在上一輪的私立領域 他就是在地私立 是一小的一輪 那現在如果各位訴求 我是希望他做了一個更新的考驗 那基本上我們私立保育法是有一個情緒的 那我們就後續把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會請問到我們私立審議小組這邊 他們做審慎的一個領域 好不好 不過呢我必須推明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依法公道的私立 不管是地方級到國際級 他都應該有一些管理的作為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要求 各個先生我們都可以把我們中央 所靠護的這樣的一個私立的一個政策 來落實我們私立的一些管理 請見我們這邊一再回去 那比較重要的部分 兩個部分就是 甚至到我們內政部 民建府這邊 針對這個私立劃定的這個權責的部分 這部分會把大家的意見跟聲音 在我們內政部這邊要妥視來做處理 那另外還有部分 甚至到環土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環土的一個處理程序 現在是還在地方政府 那也才剛剛就是開播會 那所以這個相關後續處理 如果有涉及到中央就是說 環保署這邊要處理的事項 我想大家的意見 我們也會轉給環保署來 來挑戰來處理 來處理 OK 那大家就是有關大家的聲音 我們都聽到 那謝謝大家對環境 我們的一個保護的有關 謝謝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